看十二年十二月,英部之段平息,皇帝刘邦因为负伤的原因很快就回长安了,而右丞相立伤自然也要坐任独成。 于是,当北京传来燕王卢婉有反义之后,皇帝刘邦便准备再度用兵了,高帝从破步军环并创徐行至长安。 燕王卢婉反,上使樊快以相国将兵攻之,始继陈丞相世家,如上纪录,刘邦这一次将左丞相樊快提升为相国,而后另击领兵北击燕王卢婉。 但是就在樊快领军出发不久后,都城长安便发生了巨变,即行仍有短恶快者,高帝怒曰,快舰无病,乃即我死也。 用陈平谋而赵将和周伯受到床下,约陈平及时传载博弹快舰,停至军中击斩快头,始继陈丞相世家。 按照这里的记录,是有人说了樊快的坏话,然后刘邦就信了。 于是,便令陈平和周伯持佛节去罢处樊快的兵权,同时杀掉樊快。 虽然很多人都会将这次刘邦的奇怪行为,会与刘邦当时老眼昏花的精神状态,但这种解释显然不够合理。 毕竟樊快率领的军队不是几千几万,而是足足二十万北境雄士。 因此,除非刘邦此时已经疯了,否则他的这封诏书完全有可能逼凡樊快。 但按照后来,刘邦即使是死前都精神状态良好,所以恐怕刘邦之所以下达那道命令是有其他神疑的。 在《暗史记樊快列传》中的记载, 其后如晚返,高帝使快,以相国激烟,适时高帝并慎,仍有恶快党巫旅士, 集上一日公车燕驾,则快欲以兵进诛灭七世。 赵王如意之处,高帝闻之大怒,乃使陈平在降后待降,而集军中斩快。 这里又具体说明了刘邦换樊快的理由, 那就是前一日樊快入宫时,曾对旁人说过,要率兵诛杀七世和赵王刘如意等人。 于是,刘邦才会勃然大怒,用周伯换掉樊快。 虽然这里刘邦的确有杀樊快的理由, 但只因樊快无心之眼,便临阵换驾,还是有点太过儿戏了。 因此真正的理由,恐怕并不是所谓的前一日樊快入宫时, 对旁人说的那番话,而是刘邦的病情突然加重。 以至于刘邦自己都认为,自己恐怕熬不过去了。 而樊快此次集结二十万大军北征燕国, 纵然燕王鲁婉实力不俗,但想来也是很难抵挡的。 而刘邦当时已经熬不住了,恐怕是等不回樊快了。 如此要是真让樊快胜利回归,那么彼时的樊快不仅领有相国之位, 而且还手握数十万大军,再加上又有定烟大功, 以及吕氏的支持,是问朝廷内外还有谁能和樊快抗衡呢? 所以樊快当时说过什么话,其实并不重要。 真正重要的是,一旦樊快顺利回归,那就有真正全新朝野的可能。 所以刘邦在旁人的疏动下,很快就明白了这其中隐藏的巨大祸患, 于是便急令周伯和陈平持福节去夺樊快军权。 即使到时候周伯和陈平没有杀樊快, 可一旦这二人掌权了,则势必不会再把军权让给樊快。 如此朝内有吕氏,朝外有周伯,陈平,再加上又丞相利商可以居中调和, 如此方能让汉帝国平稳地度过这段权力振空期。 而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相对合理地解释清楚, 刘邦突然临阵换将的奇怪行为。 二人既受诏,持传魏之君,行计之约,樊快,帝之故人也,宫多, 其又乃吕后帝吕须须之夫,有亲且贵,帝以愤怒,欲斩之,则恐后悔, 命求而至上上自诛之,魏之君,为谈以接诏樊快,快受诏,即反接待建车, 传一长安,而令将侯博代将,将兵定焉反现,使记陈丞相世家如上。 陈平和周伯二人果然没有杀樊快,只是单纯夺了樊快的军权,并将其拘押了起来。 而后便是周伯以相国身份,统领二十万大军北征燕国,至于陈平,则是去了刑阳。 下面在主要看周伯的攻阉之战,我以相国带樊快将, 击下计,隔碗大将帝,丞相眼,首行,太魏弱,欲使大夫尸土浑渡, 铺碗军上蓝,腹肌铺碗军举阳,飞至长城, 印上古十二线,右北平十六线,辽西,辽东二十九线,鱼阳二十二线, 实际将侯周伯世家,从这里的记录内容可以看到, 燕王儒宛也并非就是完全没有抵抗,只是因为实力确实有限, 所以败得很惨,如上途所示,当时周伯军率先拿下了燕国首都继承, 并活捉了燕王儒宛麾下的大将帝,丞相眼,俊守刑, 太魏弱和御使大夫尸土浑渡,可以说,继承一战, 周伯军确实是差不多活捉了燕王儒宛的大半部署, 而后上蓝之战,周伯军再度大破儒宛军, 接着追击儒宛军到举阳,又破之,如此接连三战, 周伯军都是取得了大胜,所以儒宛只能被迫逃到长城一带修城, 燕王宛夕将其工人家属,其数千居长城下, 侯四,性上病欲,自入血,自欲,高祖崩, 儒宛虽将其众王入匈奴,匈奴以为东护儒王, 是继卢宛列传,当时燕王卢宛仅剩部署数千旗逃到了长城一带, 并伺机卷土重来, 熟料恰逢此时刘邦病逝, 若刘邦不死,那么卢宛纵使被抓,也不至于被杀, 可如今刘邦都死了, 再加上周伯率领的汉军已经逼近长城一带, 所以卢宛最后便选择了投降匈奴, 虽然说卢宛是逃了, 可这对于周伯来说,却又是天大的好事, 因为卢宛一旦消失,那么剩下的燕国就自然成了他可以任意攻取的对象, 于是便如史书中记载, 周伯率军先定上古郡, 而后一路东进, 渝阳、右北平、辽西和辽东四郡很快也被击斗拿下了, 如此,周伯军是生涯中打得最轻松, 但战国又最为丰厚的伐烟之战, 所以正式宣告结束, 只是可惜了, 如果刘邦不死, 周伯理应是会得到更大封赏的, 只是奈何当时的局势复杂, 所以也就让周伯在之后并没有相应封赏, 但其实, 对于此时的周伯来说, 封赏不封赏还重要吗? 真正重要的是, 周伯这次是独立领军, 而且还是足足二十万的大军, 并且还取得了大胜, 所以此战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, 也算是彻底成就了周伯的名将地位, 而在凡快失权之后, 当时的汉帝国军方将领中, 认对军队的影响力, 恐怕除了立伤之外, 也就只有周伯了, 伯继定焉而归, 高度以风以, 以列侯是校会帝, 实际将侯周伯世家, 之后周伯回到长安, 便主动放弃了相国职位, 其实他主不主动都由不得他, 毕竟当时局势已经缓和了, 再加上还有一个相国萧何代, 所以要他就只能退位了, 而周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, 则就是单纯的以列侯身份留守长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